你们信不信吧 在杭州 用这种批发的骨肉相连 就能干一家网红店了 虽然我最近有点上火 但是那个鱼饰铁板烧 不止十个人说好吃了 铁饰一波 就在这个和睦未来社区 往里走个十来步 我那个兜里人还怪躲的 鱼饰铁板烧 网红吃了都说好 哥哥粉丝有点少 我来尝一尝 它是不是真迪奥 我先说食材吧 就这个树洞的骨肉相连 和里脊肉啥的 放长沙的烧烤摊上的话 那等于是犯了天调了 开个玩笑 要不怎么说 杭州是个包容的城市呢 一马归一马 这个煎豆腐 确实看着是很诱人类 就轮到你的时候 会给你个框子 然后你想吃啥 你就拿着往里放就行了 中途你改变主意了 还能让老板在家 有几个弊点项目 跟你们同步一下 狼牙土豆条 炸完再炒 口感奇妙 鱼饼和这个烤面筋 是这个小摊上 最弹牙的两种食材了 然后这个经典中的经典 鸡蛋煎豆腐 有的人跑二里地过来 就是为了这两块 还有这个年糕 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诺鸡鸡 成年人很难拒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加个字就可以了 这一刻开始 我跟长沙的兄弟们 恩断一绝 培养了我三个月的烧烤品味 回杭州的第三天 打回原形了家人们 把这个蔬菜炒吧炒吧 然后所有食材 和在一起 巴拉巴拉 这店我也能开 真的不谦虚了 我爹手里我才发现 我去了这么大一盒 大晚上的你让我说点啥呢 荤素搭配 三十均衡 可以吧 先吃淀粉肠 99%的人应该跟我一样吧 尝一下这个狼牙土豆 软了家人们软了 不是刚炸好的样子了 这个年糕 我兄弟高企 强推 真的是外交理诺 上头的嘞 来吧试一下 这个鸡蛋捐豆腐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有点烫嘴 有点论 但是也没有好吃到 网上说的那样吧 不行了 马路边吃东西 真的太长脸了 我觉得我得加快进度了 干完回家家 晚安 拜拜 拜拜